沙州选举昨天启动了提名日之后的第一晚造势集会 在这个月1号遭非男武装分子绑架的4名人质家属 献宣朝野政党的选民集会 在台上下跪 举起大字报 哭求筹款 沙州首长丹斯里阿德南今天表示 州政府会帮助家属 但目前交由外交部来处理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卡利则劝告朝野政党 不要介入此事 以免破坏警方的努力 4名被掳人士的家属在朝野政党展开造势集会的第一晚 连跑了4场朝野政党造势活动 贵求筹款 网络上传出了人质家属在国阵直属候选人张太清 讲台上下跪的画面 希望透过国阵候选人 寻求首长阿德南帮忙 革新党 人联党和行动党都宣布 将会把当天晚上筹得的款项捐赠人质家属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卡利奉劝朝野政党 不要介入和炒作人质绑架事件 因为这只会让局势更恶化 破坏警方营救人质的努力 副首相兼内政部部长纳斯里安莫扎西 则点名炮轰行动党 指行动党协助人质家属筹款的做法 不但干扰了当局和绑匪的谈判 也罔顾人质的性命安危 阿穆扎西透露当局目前正在和福利比 当局合作 持续和绑匪谈判 他表示 家属自行向大众筹款不是不可以 但是不应该透露赎金的金额 因为绑匪可能会改变要求 四名人质本月一号从菲律宾运载煤炭后 回沙巴的途中 在沙巴领海遭到武装分子掳走 绑匪下达4月30号的最后通牒 要家属交出赎金 否则四名人质将会被斩首 NB7综合报道